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牛逼的男人 仅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竟将废弃已久的百年捅舱 并生生改造成了合适居住的家 里面不仅设施一英俱全 上下两层的富士结构 还完美解决了空间狭小的问题 这是大毛兄弟改造捅舱的第一天 从这个破烂不堪的墙皮 就完全能看出来已经有一定的历史痕迹 好在主体结构并没有损坏 其独特的内部环节 竟然生长出一棵秀奇的小树 虽然内部的空间不是很大 但可以通过整个桶舱的高度 来改造出合理的空间居住 这就需要用卷尺丈量一番 在经过精准的测量以后 就可以设计出合适的图纸 好在大毛是建筑工程毕业 对于手绘的活是手拿把掐 既然有了合理的设计方案 哥俩特意开来了家里的大玩具 这样后续搭建就会方便很多 只见哥俩先把内部的石头清理干净 像这种倔强的树根一块给他请出去 而这一棵镇压有着一坤年的小树 也到了他离开岗位的时刻 现在内部看起来规整许多 不过为了使得底部更加统一 就需要把门口高出来的地方修理平整 先用切割机打个前阵 再用锤子进行整顿 带着把底部规划好合适的厚度 这样就可以用沙土将底部全部找平 为后期的排水系统打下结实的基础 这样连接到外部就会方便很多 接着继续用沙土回填加固 为了使其底部更加老稳 大部分的确实是可以用沙土的确实 大毛特意请来了压路机 把底部给夯得结结实实 而后继续给门口进行修整 在规划好大体的框架后 开始用沙土进行填除 使得本来粗糙的地面看起来宽敲许多 哥俩分工明确没有过多的交流 二毛也已经把内部的墙壁进行清洗 这样不仅能减少沙土的拖路 而且方便后期的搭建工作 在哥俩有条不稳的配合下 整个搭建环节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进行着 只见他俩已经把底部铺垫好了防水薄膜 以及可以增加稳定性的钢筋 考虑到桶仓上面的结构比较粗糙 他准备把闸土给全部清理下来 这样后期加固地面就会干净一些 像这种快要脱落的墙皮 大毛都要助他一臂之力 现在只要把脱落下来的渣土清理干净 就可以把搅拌好的混凝土 全部输出镜桶仓内部 把整个地面做好硬化处理 使其里外都能结合成一个整体 随着第二天的到来 内部的地面已经彻底干燥 不过想要正常使用 还需要用水给清洁一番 看得出来大毛也是相当的满意 当即找来一辆银梯 并搅拌好足够多的混凝土 开始给桶仓外围做好处理 像这种比较参差不齐的缝隙 都要用混凝土进行填充 虽然看起来比较粗糙一些 但被硬化过的墙体 一样可以非常的楼 顶部不平整也没关系 直接用混凝土找瓶就完事 从这个撰刻的日期就能看出来 这座桶仓建造于1909年 可见当初用的是真材实料 才能完好的保留到至今 就这么从白天干到晚上 不管是内部的结构 还是外部的墙体 都用混凝土给修复完整 使得原本破烂不堪的桶仓 摇身一变成了坚固的堡垒 至于桶仓周边的墙体 哥俩继续用混凝土进行加固 特别是充当护栏的部分 都要用石头向上雷起 现在整个外部的轮廓全部修复完成 整个墙体看起来也是丝滑很 完成好外部的墙体 接下来就到了安装屋顶的时候 为此大毛专门用电脑设计出3D图纸 顶部采用八角形的设计结构 才能使得屋顶更加的牢固 说时时内时快 二人已经着手准备建材 得益于大毛经常看荒野生存 对于加工建材完全是手到擒来 每个步骤都要轻力轻为 不管是板材的切割 还是损口之间尺寸的拿捏 都必须要精准的测量 确保误差不超过一毫米 再经过一天一夜的锻造 屋顶的建材算是加工完成 现在只需要通过损某结构 把加工好的木方组装在一起 顶部则是以一顶为中心 将一根根船子精准的塔上去 就得到一个坚不可摧的骨架 现在就算在上面唱跳rap都没有问题 现在只需要把横梁固定上去 好在有了云梯的辅助 才能在如此高的桶仓上固定好成洞状 就这么一直干到晚上 才把底部的龙骨安装完成 随着冬季悄然的来临 兄弟俩也加快了前进的步伐 在确定好没有问题以后 他拿出一张硕大的欧松板 这种板材不仅覆盖面积大 而且简单实用不容易变形 只需要把底部全部铺满即可 就这么一直干到晚上 大家也是不觉得累 建造房屋仿佛是他们的快乐源泉 直到把一圈的护栏对接上去 这才准备收工 次日一早就马不停蹄地忙活起来 毕竟搭建屋顶才是重中之重 只见大家合力将一根根船子卡上去 得益于哥俩常年举铁 才能够举起百来金木材毫不费力 接着把木栓狠狠地敲击进去 虽然说是损卯结构 但大毛依旧用裸杆进行加固 确保每根木材都要紧密地贴合 这才开始给上面进行封顶 虽然说三角形比较稳定 但木板着实也没少用 一片片木板从长到短一次固定 这活干起来真是要人小命 现在室内看起来开阔许多 特别是采光相当的完美 接着开始给屋顶做好防水 从防水贴到隔热板 最后直接覆盖上采钢瓦 就这么用了一晚上的时间 哥俩终于把屋顶全部覆盖完成 为了使得整个框架更加劳稳 交界的一处还要用木方进行斜撑 就这么一套丝滑的流程下来 我只能说是完美 确保没有任何问题以后 哥俩开始给底部安装地板 这地板的材料他选择了沙木板 这种木板不但可以防潮 而且耐久性也特别好 公平起见二人把内外两面都给封了 考虑到上下行走不是很方便 大毛又在地板中间给开了个小口 从这个高度不难看出 顶部的采光完全没有问题 接着用打磨机给边角处做个过渡 至于一旁他也提前预留了楼梯口 来连接通往阳台的入口部 不过在这之前下方还是要搭建个二层阁楼 这样就可以直接从二楼步入到阳台 说话的功夫兄弟俩个就已经架好了 开始在上面搭建出个平台 趁着天色上早 正是搭建阳台的好时候 得益于有了云梯的服务 兄弟俩很快就把整体结构搭建好 使得桶仓中间的部分 也能得到充分的采光 带着用横梁划分出窗口的部分后 为了能更早地入住新家 大毛继续选择用欧松板进行覆盖 除了预留出窗户的部分 其余的全部都给覆盖住 为了防止走漏风声 整个阳台的部分都覆盖上了一层塑料薄膜 这才开始把定制好的窗户 通过云梯的辅助给固定在桶仓的最顶部 使其八面开窗各显其能 不仅能360度无死角观光美景 还完全不用担心采光的问题 现在完成好了屋顶 阳台的部分当然也不能落下 继续把定制好的窗户全部安排上 考虑到安全性 大毛特意定制了双层玻璃 这样就算冬天来临 也不再担心惧怕寒冷的问题 至于大门的位置 为了追求整体统一 哥俩还是选用同款材料的大门 都说封边封九封霉韵 大毛是一点也没有落下 用木板一片片地把边角处进行封印 最后再用加工好的木板 把空缺的地方进行填充 这种棕色的木板不仅好看 而且和桶仓搭配起来 丝毫没有违和感 仿佛天生就该如此 现在整个桶仓是相当的气派 再搭配着开阔无比的草原 在上面侧马奔腾都没有问题 既然面子好了就要看里子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 哥俩不仅给底部扑上了地方 而且阁楼之间都有预留出排线 每一层的地板都给刷上了油漆 然后就是所有软装的进驻 至此哥俩花了一年的时间 改造的庇护所彻底完成 那么多多产新闻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